国会今天复会新盟政府针对备受批评的和平集会法令提出修正案 修正案一旦通过不仅集会的通知时间将从十天缩短到七天 集会必须在一个固定一点举办的条例也将删除 那意味着示威者往后可以和平的在街头游行示威 不过法案也阐明如果示威者携带武器或涉及骚乱暴力等行为 还是会受到法律制裁 国会复会第一天西盟政府就针对国阵掌权期间 备受诟病的和平集会法令提出修正案 根据修正内容虽然集会主办方还是必须向警方提出申请 不过集会前的通知时间已经从之前的至少十天缩短到七天 此外法案也建议修改法令下的第三第四和第二十一条文 禁止街头示威的条文 也就是说修正案一旦通过未来示威的地点不再只局限在特定地点 民众是可以上街展开和平示威 这项修正案今天是由内政部副部长拿督莫哈默阿兹斯提成到国会 虽然法案阐明人民有权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展开和平集会或街头示威 不过条件之一是不能威胁联邦安全或公共秩序 法案也阐明街头示威也必须考量到其他人的权益和自由 如果引发混乱或出现暴力行为 刑事犯罪涉及者还是会受到法律对付 和平集会法令是由国政政府在2011年制定 不过由于法令明文规定禁止街头示威 集会者也必须在十天前通知警方等细节 因此法令多年来备受争议 上诉庭2014年更判定 集会前十天必须通知警方的规定 已经违反联邦宪法赋予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 NTV7综合报道